來看卡丘庁 說台三以外 企業的這個高雄南客 文中卡丘庁 所謂發言說 無得到這個國際 家中非法的認證 因為民意代表這期 說是鋼籍 人是卡丘庁 是政府的相關 但為時提出回應和說明 天南超培的十一人坐卡丘庁 鋼祖靈媛亞水為何丟致 但除了這邊 還有一個人超培的十一人坐卡丘庁 兩個加起來 合作高雄南客 文中卡丘庁 還有三點五億打折 而且起的時候說 也是符合國際認證標準的卡丘庁 所以發言 政府在幾年 相交由保身前 把林港和天然超培的位置對調 林港超培的領庁 也不可以讓別人比賽的領庁 這也代表 領庁已經沒有符合到 非法國際卡丘 認證的標準 之後其實是很難適應的 十一人制的草地上面有畫了兩座八人制的這個足球場 公開國際標準消息 涉開一樣的醫生 也讓這期是農會籍 當初打著 非法的名號 最後卻沒有得到 非法的認證 導致於開工是國際 玩工是鬧劇 市府標示 國際標準的球場 市運主場管也有 並且是可能 在當初幾個問題 還有要讓球場可以 符合在地好好跟球場來使用 但主要的情節點 在八人比賽的標準位置 有時候要新鮮 把他圍繞得好 不太困難 記者 王劉婷 但憲坤更有報道